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爱车宝典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梦幻开局 挑选首辆座驾的指南 二 座驾保健课 延续车辆青春的秘诀 三 画术艺术 卖车时的沟通策略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梦幻开局 挑选首辆座驾的指南 各位未来的驾驶员们 欢迎来到梦幻开局 挑选首辆座驾的指南 这一堂充满智慧与机油味的课程 我是你们的教授 专业于历史车辆学与现代驾驶心理学 同时也是在停车场里 找车位的高手 首先 让我们回到过去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古代骑士 你的首辆座驾可能是一匹骏马 或者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 可能是一头龙 但在今天 我们的座驾选择从四轮小轿车 到高速电动汽车 甚至是自动驾驶的未来概念车 选择如此之多 足以让任何人感到眼花缭乱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 又带点幽默的方式来探讨 如何挑选你的首辆座驾 一预算是王道 在你梦想中 你可能驾驶着一辆闪亮的跑车 风驰电车 然而 现实中你的银行账户 可能会给你泼一盆冷水 记住 首辆车不必是最好的车 但它必须是你能负担得起的车 否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是在开车 而是在开工作 只为了支付那些无休止的分期付款 二了解你的需求 你是需要一辆能够穿梭于都市丛林的小行车 还是需要一辆能够装下你所有朋友和野营装备的SUV 或者你只是需要一辆能够带你从点A到点B的可靠代步工具 了解你的生活方式和需求是选择首辆车的关键 三研究是必须的 在互联网的海洋中有无数的评论 比较和测试视频 成为一个信息搜集者 就像是在考古挖掘中寻找那些珍贵的文物 不要被那些闪光的广告所迷惑 而是要深入了解每一辆车的性能 可靠性和维修成本 四试驾体验 就像古代的骑士在选择他们的坐骑之前要先骑一骑一样 你也应该试驾你心仪的车辆 感受它的操控 听听它的引擎声 确保你和你的座驾之间有那种不言而喻的化学反应 五考虑未来 你的首辆车可能会陪伴你很多年 因此考虑一下未来的你 你可能会搬家 换工作 甚至扩大家庭 一个能够适应你未来生活变化的车辆 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六保险和维护 别忘了 车辆的成本不仅仅是购买价格 保险 定期维护 油费和可能的修理费用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选择一辆保险费用较低 维护成本合理的车辆将会让你的钱包感到宽慰 七 环保因素 在这个全球变暖的时代 选择一辆环保的车辆不仅对地球有好处 也可能因为政府的激励政策 而对你的经济有好处 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是不错的选择 但请确保你有充足的充电设施或加油站 最后 记住 选择首辆车是一个既兴奋又紧张的过程 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探索世界的新方式 所以 尽情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你只会有一次机会来体验梦幻开局 现在 让我们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 走出教室 走进车展 找到那辆能够点燃你内心激情的座驾 祝你好运 未来的驾驶员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座驾保健课 延续车辆青春的秘诀 各位车辆保健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开启一堂特别的课程 座驾保健课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如何让我们的座驾保持青春活力 就像是找到了汽车界的不老权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汽车和人类一样都是有生命周期的 但是 如果你对它们足够细心 它们可以像好葡萄酒一样 越沉越香 那么 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座驾保持最佳状态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延缓车龄衰老的秘诀 第一 定期体检 就像人类需要定期体检一样 汽车也需要定期的保养 这不仅仅是为了更换机油或者轮胎 更是为了检查那些不经常出现问题 但一旦出了问题 就很严重的部件 记住 预防总比修复来的经济 二 清洁是关键 保持你的座驾干净整洁 这不仅仅是为了外观上的美观 更是为了防止灰尘和污垢对车辆造成长期的损害 定期清洗车身和内饰 就像给你的车辆做SPA一样 它会感激你的 三 适度运动 汽车如果长时间停放不用 会导致电池放电 轮胎变形等问题 因此 定期开它出去转转 就像是给汽车做运动 保持它的机械部件活跃 延长使用寿命 四 避免极端条件 极端的温度和恶劣的路况 都是汽车的大敌 尽量避免在高温或严寒的环境下 使用车辆 同时尽量避开 坑挖不平的道路 这就像是给你的座驾穿上了一件防弹衣 五 爱护心脏 汽车的发动机就像人的心脏 需要特别的关照 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和润滑油 定期更换空气滤清器和燃油滤清器 保持发动机的清洁和效率 六 精神关怀 最后 不要忽视了对汽车的精神关怀 对的 你没听错 汽车也需要精神关怀 和他对话 听听他的声音 感受他的情绪 当你对他好的时候 他也会用顺畅的驾驶体验回报你 记住 汽车不仅仅是一堆金属和塑料的组合 它是你的旅伴 是你的朋友 对待他就像对待你的老朋友一样 给予他足够的关爱和维护 他就会陪伴你 走得更远 更久 好了 今天的座驾保健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秘诀 运用到实践中 让我们的座驾永保青春 下次开车出门时 别忘了对他说一声 亲爱的 今天你看起来真年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术艺术 卖车时的沟通策略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些 在卖车时能说会到的艺术家们 汽车销售顾问 这些人的画术艺术 可以说是一种现代魔法 他们能够 把一辆普通的四轮马车 变成你梦寐以求的座驾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 汽车销售顾问 并不仅仅是卖车的 他们其实是在卖梦想 卖生活方式 甚至是在卖一个人 对自己未来的想象 他们的画术艺术 就是用来搭建起 这座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艺术家们的画布 顾客的心理 他们会先从了解 顾客的需求开始 这就像是在画布上打底色 他们会问 您是需要一辆家用车 还是商务车 您通常会开车去哪些地方 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帮助销售顾问 了解顾客 更是在为后面的画座做铺垫 接下来 就是他们的主要技巧了 个性化的推荐 这就像是在画布上添加细节 让整幅画更加生动 他们会说 这款车的安全系统 在同级别车型中是最顶尖的 非常适合有小孩的家庭 或者 这款车的油耗非常低 适合经常需要长途出差的您 这些话术都是在强调 这辆车如何完美地 符合顾客的个性化需求 但是 真正的高手从不止步于此 他们会使用故事来唤起顾客的情感 比如 他们可能会讲述一个 关于这款车如何在紧急情况下 保护了一家人的故事 或者如何在一次长途旅行中 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舒适体验 这些故事 让顾客不仅仅是在买车 更是在买入那些故事中的情感和体验 当然 销售顾问还会使用一些特殊效果 比如现实优惠 额外赠品等 这就像是在画作上加上亮点 让顾客觉得自己抓住了一个 不容错过的机会 最后 当顾客已经被这些画术艺术所吸引 准备签字的时候 销售顾问会来上最后一笔 他们会说 恭喜您 您将会是这款车的非常棒的车主 这就像是在画作上签名 完成了整个艺术创作过程 所以 下次当你走进汽车展厅 看到那些滔滔不绝 颜值凿凿的销售顾问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其实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画术艺术表演 只不过 这次的艺术品可能会开回家 总结来说 挑选首量座驾需要考虑预算 了解需求 研究 试驾体验 考虑未来 保险和维护 以及环保因素 保持座驾青春 需要定期体检 清洁 试度运动 避免极端条件 爱护发动机 和给予精神关怀 汽车销售顾问 通过了解顾客需求 个性化推荐 讲述故事和使用特殊效果 来唤起顾客的情感 最终完成销售 所以 无论是挑选座驾 还是卖车 都需要一定的智慧和艺术 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个过程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挑选座驾时 你会更注重哪个方面呢 又有没有经历过 被销售顾问的话术 所吸引的经历呢 快来分享你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方法都要给我们修理 发表你回首席专门